上个礼拜因为有一些地方没有声音 同学有反应 也许大家要把重点再回顾一下 也许补足一下上个礼拜的状况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大家都下载 大家都下载这个重点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资料里面 各位可以看到 以后你们可以注意一下 这个上面这个东西就是UIL 这个东西有没有 它就是叫UIL 至于什么叫UIL 自己Google一下 反正它就是三个字的缩写 什么Universal 然后Resource Location之类的 反正白话意思就是网址就对了 OK 这个网址里面有很多的学问 这个前面是它的server的 它的domain name 他们的网址名称 后面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程式 程式的技术就是点ASP 就是用ASP的技术 这是一个动态的程式 程式是放哪里 放主机上面的 后面的话一个问号 问号就是带几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叫Indage Page 第二个参数叫Order By 我们这个地方主要是利用 如果要抓取它总共61页的话 只要动态的去丢 这个Indage Page 给这个网站就可以了 当然以前的做法是我们直接在浏览器上面输入 然后换下一页换下一页 可是如果这个动作的话 变成说你要图把链钢 变成说你要连到那一页 然后把资料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那这样如果说你今天的网页数量非常庞大的话 那当然你会抓不完 所以像以前我要抓 甚至一个图书馆上面的某些资料 我在想说不可能 那资料几亿个字啊 真的我以前 我大概很早以前我就开始玩爬虫了 几亿个字哦 那我想说几亿个字 我若用人工来做 我绝对做不完 那怎么办 那我当然就是用爬虫的方式 有没有 丢一些参数给它就好了 甚至就把整个全部的资料 通通把它抓下来 丢到资料库里面 但以前的话 因为以Sail以前可能放的资料没办法那么大 它最多是65366万多笔而已 现在的话最多可以1048576 可以100多万笔 不过如果你将来质量太大的话 还是建议你放在资料库里面 尽量还是不要放以Sail 因为Sail相对的它的那个什么 就是效率上面 当然是没有资料库哪有那么好 OK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样 知道说如何把这个资料给抓下来 OK 那第二个就是说呢 我们不只是说只能够用浏览器来抓取 当然如果你今天要需要用到 Essail来抓取的话 那当然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直接我们来看一下 你可以在云端白板里面呢 看到那个第三个单元 你可以看到第三个单元里面的话 我这边有讲 第一个你可以用录制聚集 当然录制聚集 我们可以录一个叫大热透下载的一个聚集 那这个聚集里面的话主要是运用 在那个Essail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叫做资料从web这个功能 当然你们可以再去看一下 除了从web之外的话 还有那个从其他的文字档 或者是其他的来源 那其他来源当然里面还有哪一些 你们其实可以再去了解一下 因为以后呢 不管说这个资料是不是网页 或者是像我们之前有练习CSV或XM 那当然2019的版本还多Jason 有没有 所以多那个Jason你就不用自己写了 但如果我们是旧版的话 那怎么办 你想说如果刚好你们公司需要用到下载Jason的格式的话 你跟人家说 老板不然你就买新版就好了 老板跟你讲说新版要钱啊 对不对那怎么办 你自己写吧 对不对 当然不可能说每个地方他有新功能就买 所以可能要考虑一下 那其他还有什么 从SQL Server 然后呢 这个还有从其他的什么 OData 这个好像比较少用到 然后XML 资料 OD 或者从OLEDDB 这个OLEDDB实际上有点类似ADO 然后像那个什么Microsoft Query 这个可以跟ODBC ODBC的话呢可以跟其他资料库做连接 包含像Oracle 像MySQL等等的 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连接 或者是说可以用那个一个物件 叫ADO也可以连线 可以很多种方式 那他预设的像assys就有固定了 所以他当然比较因为是微软的产品 所以他还比较希望你去用他们自家的产品 然后他们自家产品两个只要一个assys 一个SQL Server OK 那当然我们这地方呢 我们主要是要从网页的话 那就是从web web的话就是网站 那当然呢 我们这个聚集部分的话 是先录制 录制完之后你会发现 大概就这一段 所以我们其实第一段部分的话 就是把这个录制好 然后录制完之后 它会在哪里呢 在你的visual basic里面呢 会产生一个模组 录制完自动会帮你加一个模组 然后呢 并且会 假设你的聚集名称叫做大乐透下载 它就会帮你产生这个大乐透下载的一个程式 然后呢 并且 里面当然呢 你会发现录下可能程式很长一串 但是我前面有讲过 只需要留下这五个五行就可以了 有没有还记得吧 录下还蛮多的哦 那里面的话其实很多程式是不需要的 那有些时候啦 我是觉得聚集 是还蛮不错的 它因为它你不会写的程式 它会帮你产生 但它的缺点是说 它会帮你录下一些垃圾 那那个垃圾你要懂得怎么把它清掉 因为如果你不把它清掉的话 你会觉得哇 程式这么长 光看就觉得看得很痛苦 所以像我的习惯 我会怎么样 把每个地方统统检查一下 那怎么知道说哪些可以删 哪些不能删 我通常会怎么样 游标放在 这个东西叫属性 或者叫方法 那你可以在这上面按F1就可以了 F1就跳出来一个说明 那你可以看一下说 这个说明里面 这个属性到底是不是我要的 如果是我要的话 那我就把它留下来 那如果不是我要的 我就把它删掉就好 它这个告诉你说 Web Formatting的属性 那这个属性的话 它里面会跟你讲说 决定网页多少格式 如果有的话 套用当查询表会入页面 看得懂吗 反正有时候你用 因为它是英番中过来的 这意思其实或者你可以用拆的 因为上面已经有一些英文单子 Format就格式化了 Web就是网页 网站 网站上面的格式要不要留 白话意思应该是 你网页上面的格式要不要留下来 OK 如果说你要留或不留的话 可是问题你要怎么下那个参数 其实这边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连结 OK 就是只要你XL开头的就是相关设定 你把它点齐的话 这边就告诉你说 如果你要汇入所有格式的话 那你就加这个 叫XL开头的 然后叫Web Formatting All就可以了 那如果不要汇入的话 那就NUM 不要 那如果要汇入RTF RTF有一种格式 那就RTF OK 你会发现我这边是用哪一个呢 用那个 叫XL Web Formatting None 所以你会发现 我不要的话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地方改成 Web Formatting NUM 那你想说如果你要留下来 的话 那你就把它改成ALL 你有时候其实不知道也没关系 你就把它执行一下 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它就跑给你看 有没有 Web Formatting None 只讲这样子 那如果我们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ALL 的话 ALL 有没有改改看吧 改不同参数 那你把它执行 你会发现出来的结果 有没有发现 哪里不一样 看得出来吧 一个是他把网页整个格式都抓下 一个是没有格式 大概是这样 因为其实蛮多同学 问的问题就是 老师你这个 这个为什么后面加这个东西 其实它有个固定规则 你只要去查就有了 OK 你要 那这个东西其实不是要背的 而是你要去follow它 你要去 就是 去什么 去习惯说它这种的规则 因为它一定是 哪个设定是用 这个属性 你可以把它当成就像你手机里面的设定 你手机一波螢幕亮度 你怎么调 它不是有一个拉杆 可以调大调小 那也是一样 这个地方就有点像一个设定 就是说这个设定的话 它把它用程式的方式来决定它里面的值 大概是这样子 OK 其他还有什么web table web table指的是网页上面的第几个 所以我这个地方假如5的话 意思就是网页里面的第5个 那怎么知道网页里面第5个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你可以把它按右键 然后你可以怎么检查 右键检查之后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背后原始码 那第5个指的是什么 它的网页标签 有没有 table 的第5个 所以它的标签一定是 这个是它的开头 但这个第几个 应该这个是第1个 有没有 所以呢也就是这个网页里面的话 它是找到这个网页里面 第5个table的标签位置 的那个整个表格 就帮我把它抓下来 所以哦 那以后怎么知道第几个 你可以 我习惯是Ctrl加F Ctrl加F 就是寻找 那你可以怎么样 寻找哪一个 寻找这一个 寻找这个table 把它贴上 其实这个道理有点像跟那个什么 跟这个 那记得 前面要加一个小于符号 那你会发现 加上去之后的话 请各位看一下一些细节 有没有这个地方 这个东西 Ctrl F 它里面告诉你说 这个网页里面 总共找到有7个 意思就是说 这个网页里面 它用了7个的那个table OK 然后呢 目前是在第1个 那可是我不知道说 我要找的那个 在哪一个的话 其实你可以这个箭头向下就可以 那你会发现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 那怎么知道哪一个 是不是你要的 你会发现 你只要向下移动的话 它也会帮你选取 有没有 这个是这个范围 你仔细看一下左边部分 有没有 这是第四个 这第四个不是 第五个是不是 第五个就是了 有没有看到 那第六个 第六个就下面这个 第七个 第七个好像就在底下 最下面 OK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你今天是要抓 抓这些里面的资料 没有 那其实你可以改成六 所以如果假设 我们web formatting 改成六 的话 然后你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你会发现 第六个执行一下 有没有看到 这个就下来了 第六个 OK 如果第四个就是上面的东西 也就是说 只要是那个网页里面的表格的 第六个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方法 去把它抓下来 跟各位讲 不过这有个缺点 就是说 这个web formatting 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叫query table 它很 不方便的地方 就是说 它只能够找web table 意思是说 那个网页上面 它只能帮你找table 找表格 也就是它不能找 非表格的资料 除非说你把它全部抓下来 自己再重新分析 它是可以全部抓下 但问题是 它主要是帮你找table 可是如果那个网页 假如说它的结构不是用table 的话 那就有点麻烦了 OK 可能要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 OK 大概说明一下 第一个就是相关的参数 因为蛮多同学问说 老师到底这上面要 为什么是这样做 还有呢 后面这个参数 为什么excel 开图 其实它取的 不是我们取的 所以反正你就follow它的规则就对了 你不要 除非说你叫比尔盖子改别名称吧 因为这是他们设计的 所以 它已经设计好了 你就只能够去遵守 遵守它的规则就对了 OK 这个不能改的 OK 能改的是它 我们要怎么去用它的相关的东西 所以 第一个我们已经把这个录制下来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就是在把它改成批次的 那因为我们有61页 对了 又多一页了 OK 所以呢我们 就可以把它前面加个批次 然后呢 再来就是 我会写一个for回圈 for i 等于1到61 也就是1到61页全部下来 那再来决定什么呢 决定底下 到底应该放在哪一个位置 如果它里面完全是空的 那我就从第一页帮我 第一个工作 第一列开始放 反制的话就向下追踪 所以这个的话就全部抓下来 抓下来之后的话呢 我在删除里面的多余的那个日期 因为抓下来之后呢 上面都会有这一个什么呢 日期这一个 那第一页也有 第二页也 每一页都有 所以要把什么 从第二页以后到第61页的这个列把它删除 那我想到就是说 我找它的A栏如果日期两个字的话 那就帮我把它删掉 OK 那所以程式就写删除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把 它这个下载的东西 底下这个日期复制到上面 并且把下面两列给删掉 做同样的事情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是再增加中奖号码 因为我们抓下来的资料 中奖号码它把六个号码放在一起 所以我的想法是 不如我们干脆在这边 把它加1到6号 所以D栏到应该到到I栏的部分 然后把这个剖开栏放在这里 那剖开的话你可以用几个方法 资料剖析是一个方法 或者是说我们前面 我上个礼拜讲有一个VPA的函数 它叫Splitter Splitter的话就是可以切割 切割完之后帮你放在这个地方 放过来之后再把B栏部分把它删除掉 OK 那这样的话我们整个就完成了 所以上个礼拜的东西 假如说你要复习的话 基本上大概都在云端上也有 所以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然后最后删除B栏 那如果你全部要串在一起的话 那就是怎么样 把这些全部通通写在一个组程式里面 将来用call的方法 先call批次下载 然后再call删除日期 复制日期 到最后的话就删除B栏 然后这样就OK了 所以上个礼拜的东西 全部串在一起就是长这样 那如果你要把全部的东西 从网路上下载 那就是先可以把这一个 两三四五六七段 七个Splitter 先写好 写好之后的话再写一个组程式 分别分别的把它执行 所以我们把它全部执行的话 那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个一个帮你跑 这个名称上面有 这个名称跟下面那个名称重复了 所以干脆这个把它删掉 这个删掉 不然名称会重复 那就直接执行这一段好了 那你会发现它第一个 就是全部帮你把它先下载下来 然后删除日期列 再把那个日期列 日期的部分 从下一个储存格 复制到上个储存格 然后再把底下的两页删除 并且增加一到六号 然后把资料跑过去 然后最后把B栏不要删除掉 OK 这样的话呢就大功告成了 大家跑一下下 因为六十页了 六十页呢 虽然说这个跑可能需要隔大概一分钟 不过如果假如你不用程式来解决的话 恐怕不是一分钟可以解决的事情 如果你要自己复制贴 复制贴的话 恐怕一个小时可能都还不一定贴的完了 把它做完这些事情 OK那你可以看到 这些呢就是我们得到的最后结果 那你把它砍做向下 你会发现它就1804 减1的话1803 所以大乐透从最早这个 最早 最早的日期开始 2020 到现在为止的话 那总共的话呢 开了1803期 那有这些号码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希望怎么样 把这些号码做统计 哪个号码出现的机率最高的话 那我们可以再把它用 像康义符来算一下 到底哪一个机率最高 OK那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那请各位也许先把那个上个礼拜的重点再回顾一下 把画面呢再还给各位 试一下这部分